大家好,这里是如实说一个只说实话的频道 3月中旬以来,新冠疫情开始在华东出现新一轮扩散 让曾经热闹的消费之都,上海,渐渐安静了下来 大部分人居家生活,曾经热闹的城市少了烟火器 快递停发,堂食暂停 很多人无法上班,部分食品物价暴涨 这一切也让上海的数十万餐饮零售门店跌入冰窖 疫情三年,挣扎三年 没想到在2022开头,就在了跟头 不少餐饮零售企业不甘于在绝境中倒闭 而是努力争取唯一的营业机会,成为保工企业 成为保工单位之后,才有可能打破僵局 开张营业,为周围小区提供餐品 这个时候,社区团购成为了很多品牌商的不二选择 社区团购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 成为一种遍布全国三四线市场的新商业模式 背后的推手是几大互联网平台的入局 两年过后,社区团购市场仍旧在增长 但是整个增速已经开始放缓 市场主体几经洗牌 目前市场上的主流玩家还有四家 分别是美团优选、多多买菜、阿里淘菜菜 以及主要扎根在湖南本地市场的新盛优选 社区团购总市场增长放缓 部分玩家出局 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模式在三四线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终会走向重资产运营 从互联网流量生意回归复杂的零售生意 且经过第一轮跑马圈地之后 市场可供互联网公司开成的新城市已经不多 其实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并没有成功的社区团购模型 即使有过尝试也是社群分销的一种变形 和三四线的社区团购大相径庭 这里的日常消费渠道 还是菜市场、超市 以及到家上门的生鲜电商三股势力把持 根据2019年的一份行业研报 三者的份额大致比例是7比2比1 但是 2022年上海疫情的猛烈爆发 却似乎给了社区团购一次练兵一线市场的机会 不过与三四线市场互联网公司主导的社区团购不同 在这里 社区团购不仅是上海居民轰轰烈烈的自救 也给众多无法正常营业的消费品牌提供了旧熟之路 在此次上海疫情期间 许多品牌方纷纷亲自下场 推出社区团购套餐 直接对接小区专人配送 不管是否有团购经验 没有品牌方会放弃这次自救的机会 苏小柳和府捞面 老盛昌等上海老牌餐饮品牌 都选择工身入局 以及肯德基 毕盛克 小肥扬等 我们耳熟能详的外资餐饮品牌 也有部分餐厅可以在风控区营业 提供团购外卖服务 新消费品牌耐雪的茶 虎头菊 Sisa等也推出了团购套餐 甚至还有些跨界玩家 例如知名母婴品牌孩子王 疫情期间就拉了团购群 做起来社区团购生意 一天之内卖掉了40万的包子 一举清空了南京的仓库 旺旺也借助知名度 转型做起了消毒水和咖啡 等应急商品的供应商 社区团购在上海卷头重来 白势汹汹 饮得重品牌跃跃欲试 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品牌入局 是为了自救给惨淡生意 带来一丝回血 但也有些品牌 正在利用社区团购尝试新的可能性 把它当成 自救的稻草 自从成为保工单位之后 陈继烧额店里的员工 就没有再回过家 他们的员工和骑手 会在餐厅里助手 洗漱和睡觉都在店内完成 全程采用闭环生产 与无接触配送 店里被划分成了 住宿区 打包区 制作区 人员按照分工 分成了接单组 制作组 打包组和配送组 陈颖临时受命成为 店里保工组的总控 2020年疫情的时候 陈颖就已经尝试过 组建社群做团购 于是在今年3月中下旬 疫情来临之际 陈颖就提前做好了准备 重启了社区团购的计划 作为保工单位 首要任务是给划定 区域范围内的 小区里 医务工作人员 社区街道办事处的 大白 提供盒饭 陈继烧额店 每天给周边小区 和街道 提供一两百盒盒饭 保工单位不能加价售卖 只能维持疫情前的售价 但原材料 采购物流的成本 都有所增加 于是 陈继烧额店 在4月10日左右 开始做起了周边的 社区团购生意 由于之前有团购的经验 陈颖用了6个小时左右 便做出了社区团购方案 比如仅提供 保工区域内的 小区团购业务 套餐内容是平时店里 卖的最好的产品 制作社区团购海报等等 自从开始做社区团购之后 陈颖每天都会接到 许多小区团长的订购咨询 但基本会拒绝掉 三分之一的订单 陈颖介绍 一是因为我们产能跟不上 二是因为超出 我们的配送范围 目前店内 有30个左右的人力 每天能够承担的 社区团购的订单 大概有两三百单 能对接到五六个小区 因为员工 还要花大量的时间 做核酸和抗原 在人员紧缺的时候 他也会开着老板的私家车 去周边小区配送 但仅凭30人的努力 还是难以维持有 500员工的连锁餐饮企业 陈颖说 以前我们一个月的流水 是1600万到2000万 现在一个月的流水 100万都不到 成为保工单位 做社区团购业务 能够回一丝丝血 但对公司来说 仍是杯水车薪 然而对于更多的消费品牌来说 社区团购 还是一个没有来得及 系统学习的课程 对于拥有接近 1700万家咖啡店的上海来说 一夜之间全部歇业 在此之前 几乎从未接触过社区团购 经历此次事件之后 众多咖啡品牌 也不得不学着 做起了团购生意 李慎是代数学家的员工之一 这家起步于苏州新晋咖啡品牌 在去年拿到了腾讯的投资 迅速地入住上海 如今在上海有13家门店 近80位员工 但从4月1号开始 上海所有的门店封闭 所有员工歇业在家拿基本工资 接近一个月 代数学家上海门店毫无收益 对此 李慎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 直到4月15日左右 公司员工群里 上传了一张社区团购的海报 呼吁员工在自己所在社区 担任咖啡团长 售卖公司社区团购套餐 尽管没有明确的奖励机制 李慎义务反顾地担任了 所在小区的第一任团长 在群里接拢起了代数学家 挂尔咖啡团购 七十八一盒十包 六十盒起送 不到四个小时 六十盒便凑到了 依靠公司原有的物流体系 隔天便能送到小区 李慎说 咖啡对于上海的居民来说 的确是刚需 目前群里也有十几位同事成团了 对于公司来说 也能多少完成一些业绩 据他了解 代数学家还没有招募 除公司员工之外的社区团长 主要靠员工自传播 李慎也在所在社区建立 咖啡爱好者交流群 帮助公司进行社区团购的同时 也在群中分享咖啡文化 教大家在家中制作咖啡 一定程度上也为公司 维护了私欲流量 其他的精品咖啡品牌 例如Seesaw 阿拉比卡咖啡 于田川等也纷纷展开了 自己的团购外卖业务 比较不同的Seesaw 比较广泛的招纳社会上的团长 并进行相应的培训和传授成团攻略 也针对社区团购 推出了家庭囤货套餐 在这次社区团购的封口 还没有到来之前 小养面包还踩在电商直播的封口上 作为一家中式糕点新消费品牌 凭借社交电商和直播卖货的渠道 小养面包在2021年 突破了一元的销量大关 而2022的疫情又让直播电商的红利急转直下 多地疫情反复 快递滞留 让小养面包的销量暴跌 以及收到了大量的退货单 小养面包的创始人小五 在今年三月份就开始思考 如何开辟新的销售渠道 挖掘新的流量红利 社区团购在第一波疫情的时候 就已经有过实验 于是今年三月中下旬 疫情反复的时候 小五就决定成立社区团购专项组 开始安排公司的产能和物流 申请成为保供单位之后 4月10日 小养面包的社区团购业务正式启动 然而此时 物价已经不似疫情之前 采购成本大概上浮10%左右 物流成本更加夸张 小五表示 这么来举例吧 疫情前物流费2000能搞定的货物 现在需要15000 上涨了七八倍 虽然很贵 但还是有很多人抢着对接 由于物流成本大大增加 只有单数足够多才能均摊成本 小养面包选择推出99元的面包套餐 若以小区为单位采购 需要达到160单才能成团配送 小五将面包团购的信息 在朋友圈和微信群中传播 在物资匮乏的时期 小养面包收到上海各个地区的订单 最多的时候 每天能有4辆大车配送 每辆车配送20个小区 每个小区有至少100单 以99元套餐计算 每天社区团购的收入差不多有80万元 小养面包与社区团长的关系 更像是经销商模式 小养面包根据订单量给到团长最低价 但最后团长需要以市场价99元的价格卖出 这与三四线市场团长主要靠用金收入不同 但随着下场做社区团购的品牌数量变多 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 以往150单才能成团的订单很难凑满了 小五说 现在物流的成本也开始降低 我们也适当调整了成团的数量 现在小区凑满60单 我们也会送了 目前小养面包每天在上海送出的订单 维持在3000单左右 由于社区团购属于预付款模式 相比于电商直播卖货等回款更快 小五表示目前小养面包现金流比较健康 甚至比疫情的营业额超过了20%左右 当然社区团购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相对来说 对于商家和消费者没有切实的保障 在比较成熟的社区团购模型中 平台其实是供应链和售后的角色 但是上海这次很多是自发的小团队 无法像企业一样 估计全部链条 小五讲起一次小区团购的乌龙事件 小养面包中有款产品 由于添加了麦夫 吃起来会有颗粒感 小区中有一个人在群里说 认为在小养面包中吃到了沙子 然后发起了群接龙 认为吃到沙子的居民参与接龙 很快这件事就变成了群体事件 尽管小养面包多次解释是麦夫的颗粒感 但仍平息不了这次群体事件 最后只能退款了支 即使在团购业务中 小五碰过币 但他仍然坚定地相信 对于消费品牌来说 社区团购在将来 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销售渠道 小五认为 上海这一次团购兴起 捧红了一批团长 在此之前 邻里关系没有这么亲近 没有这么信任 这一批团长在未来 仍有长久的带货价值 另外 群接龙团购生活物资的形式 目前在上海已经深入人心 在群体中从众的心理很难抹去 所以 小五觉得 当疫情退去 社区团购 这一模式仍将今持续存在 只是社区团购会不断进化迭代 可能对时效提出更高的要求 性价比要更高 包装要更个性化 产品需要更加丰富之类的 目前小氧面包 已经为社区团购的升级迭代做准备 比如推出社区定制款 在这次上海疫情中 长达一个月多的封闭 让无数品牌商家陷入绝境 有人被迫开始展开 轰轰烈烈的自救行动 有人已经提前做好准备 角处风生开拓出新的机遇 然而 这场保卫战也远远没有结束 可以遇见疫情的反复 也为消费品牌敲响了警钟 在危机来临时 要不放过任何新渠道的机会 而经此一议 关于社区团购 是否适合一线市场的话题 或许也有了新的备选答案 但是问题来了 当疫情得到控制后 社区团购的单量必然回落 当社区团购不再是刚需时 还能生存多久呢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 麻烦大家留言做个补充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讨论 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